中国古代民间故事 金马鞠和火龙一 绘画 徐洪达 徐正平 汪玉山 有一个地主爱财如命 看到有利可图 恨不得消尖脑袋 钻进前眼耳里去 他平时对待店户 又吝啬 又刻薄 因此 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财迷惊 有一年 这地方遭了旱灾 寸草不长 店户们遇上这灾年荒月 家家没吃没喝 啃着树皮草根过日子 大伙儿饿得实在没办法了 便去向财迷惊借粮 财迷惊家里存粮无数 粮食长了牙 米面生了蛆 可是他连一星半点 也舍不得借出来 店户们气不过 就想法子要置一置他 大伙儿群策群力 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们凑了些零碎银子 又找来一匹兽马 把那些零碎银子都塞到马的屁股眼里 外面用棉花塞住 大家让一个能说会道 外号叫吹破天的店户 拉着这匹兽马去见财迷惊 吹破天来到财迷惊的院子后 财迷惊见了 贺道 混蛋 把我的院子都弄脏了 快滚出去 谁知吹破天回道 小点声 别把我的金马鞠吓跑了 你赔不起 财迷惊道 你胡吹什么 这么一匹兽马 怎么会是金马鞠 吹破天说 他每天能拉银尿巾 财迷惊一听 脸色马上变了 忙问是哪来的 吹破天说 是神仙托梦 叫他到南山上去拉来的 只要摆起香岸 这马就拉下好些银子来 财迷惊忙问道 真的吗 吹破天就叫他摆起香岸来试试 等财迷惊摆起香岸 吹破天就拿了一个盘子 放在马屁股后边 偷偷地把塞着的那块棉花扯去 那些零碎银子 便滴答滴答地落在盘子里了 财迷惊见了 盲问 金马居一天能拉多少银子啊 吹破天说 我福气小 他一天能拉三四两 如遇上福气大的人 他一天能拉几十两 还能尿金子呢 财迷惊想 他自己福气大 要买这匹马 吹破天起初装着不想卖 后来才说 也罢 反正我福气小 就卖给你吧 我也不要银子 给我二十弹粮算了 财迷惊觉得很合算 满口硬撑 当时就把二十弹粮食交轻 吹破天 叫店户们来把粮食搬回去 大伙分了 共度荒年 再说财迷惊拉着兽马 拴到这里也怕丢了 拴到那里也怕跑了 最后就拴到他住的上房里 吃过晚饭 他吩咐家人铺上大红地毯 恭恭敬敬 摆起了香案 叫全家人都来朝金马鞠跪拜 拜完了 全家人等着看金马鞠拉银子 一直等到半夜 金马鞠终于把两条后腿岔开了 财迷惊以为要拉银子了 连忙叫老婆端着个大鸡盘 跑到马屁股后边去 他等了好多时 没见一点动静 急得忙掀起马尾巴 弯下腰 仰着脸查看 呼听扑驰一声 猛不防那马拉了膝 膝使喷了财迷惊一脸 把财迷惊气得乱骂乱跳 恶心地吐了又吐 财迷惊知道受了骗 第二天就把那匹马杀了 同时派了些狗腿子 去捉吹破天 可是店户们早就把吹破天藏了起来 财迷惊坐了几次都没捉到 心里非常气愤 但也没有办法 只好暗中查房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已到了冬天 一天 吹破天没躲藏好 被财迷惊的狗腿子捉去了 财迷惊一见吹破天 恨得咬牙切齿 二话没说 就叫狗腿子把吹破天全身棉衣都包了 只留下一件衬衫 财迷惊下令把吹破天关到墨房里 反锁了门 一心要把吹破天活活地冻死 这时正是寒冬腊月 外边又刮风 又下雪 吹破天缩在墙角里 冻得全身打颤 他冷得实在受不住了 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就抱起魔石来回走动 一出力一流汗 身子马上就不冷了 他就这样抱着魔石走一阵 歇一阵 一直到天明 第二天清早 财迷惊以为吹破天一定冻死了 可开了墨房门看时 不由地大吃一惊 只见吹破天好好的坐着 而且满头大汗 浑身冒着热气 吹破天见财迷惊进来 记上心来 站起身求告道 老爷 您快可怜可怜我吧 快借我一把扇子用 要不然我就热死了 财迷惊忙问道 你怎么热成这个样子 吹破天说 我这件衬衫名叫火龙衣 越是冷天穿上越是热 财迷惊听了 又信以为真 脱下狐皮袍子来 定要换这件火龙衣 把金马居的事 早忘到了脑后 吹破天起先 无论如何不肯 后来 财迷惊又添了 五十两银子 吹破天才把衬衫脱下来 吹破天穿上狐皮袍子 一面走 一面说 哎 祖祖辈辈的传家宝 就算我这败家子 失落了吧 财迷惊得了火龙衣 十分高兴 恰巧那天 他丈人作寿 他为了要去夸耀一番 就光着身子 穿着那件火龙衣 出门拜寿去了 走到半路上 天气又刮风又下雪 把财迷惊 冻得难忍难挨 可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他连个躲避处也没有 正冷得没法 他一扭头 忽然看到路旁有一棵大树 树的半边被火烧去了 树心是空的 正好能站下一个人 彩迷惊忙跑过去 躲在里边 谁知躲了一阵 彩迷惊全身都冻麻了 后来就冻死了 地主家发现了彩迷惊尸体 就去找吹破天算账 吹破天说 我这件火龙衣 恶人穿布的 穿了尤其不能碰树木 因为木能生火 恶人心里又有股恶火 内外加工 就要烧死 不信你们看树 地主家一看 果然树也烧去了一半 顶户们就把吹破天拥走了 一面一口同声说着 火烧恶人 活该活该 别坑了 你看树也没坑了 不要把调 evenings 然后他转发 提不到 说说 坑